大的这种宝库 宝藏 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人类去探索 挖掘 道士壁谷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久世 语化成仙 在道教中 长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通过修炼 达到肉体上的长生和精神上的不死 由性命合一达到天人合一 生道合一 将自身有限的生命融入无尽的宇宙运化之中 这幅现存于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的名画 是明代画家周辰的作品 长生不死梦 花的意境正是中国道家知识分子对得道呈现的追求 画幅中 山代表修行场地 水代表最高智慧 松树象征长寿 书生摆脱了人世间的纷乱 在自然环境中 梦见自己正在云木中飞翔 并逐渐接近天空的世界 另一位画家唐普虎的题字之名 这个书生正走在成仙的道路上 为什么成仙是以为道教对死亡的厌恶 道教认为人死了如灯灭 人死了什么都不能恢复 那么道教就想 人再能不死 那么道教在这个寻求不死的这条路上 我们中华民族啊 这些老先辈们都已经仿神仙的思想 炼丹的思想 材料的思想 五行八卦的思想 蓬布而生 在华山就有这么一位壁谷的老道长 我们慕名寻访他 华山被称为太极总仙动天 是道士修行追求长生旧事 与化成仙的重要场所之一 华山海拔并不算高 但是地势显耀 拥有大量陡峭的山崖绝壁 选择在这里修行 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 华山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的修行者 这位卧睡者就是精通周易八卦宋代道士陈团 宋朝赵匡印当皇帝前 曾经和陈团在华山下过一盘棋 输了以后 陈团开玩笑说 如果你将来做了皇帝 要把华山送给我 赵匡印笑着答应了 锦仙公主是个十分特别的修行人 她是唐朝皇帝李隆基的妹妹 十八岁出家来到华山大上坊隐居 这个故事体现了道教提倡反哺归真 摆脱物质欲望 回到自然状态的生活方式 大上坊隐居 大上坊的意思就是田杰的意思 在这大上坊住着一位老道长 他老师傅叫曹祥正 曹师傅八九十岁了 还深情如焉 原因是曹师傅回碧谷 在华山山洞很多 将就有七十岁 曹师傅往往就是换个洞碧谷 为啥要换洞 换地方的话 一个地方碧谷以后 他这个气场在边里 他就另换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我们续得慕名而来的游人 想拜访他往往都找不到他 著名修行人女道长曹祥真 在大上坊闭关修道 无法见到 曹道长二十四岁出家 是华山派二十二代弟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考察华山 劝他出山工作 曹道长委婉拒绝了好意 他九十多岁 山上道教养生碧谷树 可以在山洞里几十天不吃饭 有弟子们定时送水 这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我师父每天也吃这个核桃仁了 吃点那个花生 那个花生 炒那个花生米 那个吃的很少一点点 松子呀 这山上灵芝都有 灵芝 那个黄金啊 其他这个重要物 还特别的多草药 每年都要到冬季的时间 每年都要在下面那锅里煮上一大锅 煮一大锅就要煮上一天一夜 煮好以后呢 就是给这个道友送一点 给那个道友送一点 他也冬天也有吃那个 曹祥镇道长白天印制 供奉神灵的经文 每一张还要念一遍文字 他每天晚上十一点 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都在打坐 他有两个弟子 他们从山下背粮食 自己种蔬菜 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弟子们遵照曹道长的做法 也在大上方洞中修行 华山道士主张在山洞中修行 山洞 巨风藏气 远离嘈杂 与天地相通 有十分安全 山洞周边有丰富的矿物质 和药用植物 可用来制作仙丹 华山有72个著名的山洞 也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修行者 据说 汉代道士卢汝生 一天能走三百里路 在华山骑着白鹿 活到两百岁 另一位道士扣千枝 可以预测自己离开人世的准确时刻 对这些说法 华山道士深信不疑 华山洞中修行者 是以苦修磨练自己的意志 达到控制欲望 反普归真的境界 有人说 曹湘珍道长 是在用中国道士传统的修炼方法 在自然山水中 体会实践道法自然的真谛 不应该 arc闹 二位 岁堂 觉得 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紧贴悬崖的山洞 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武当山太子洞 居住着八十多岁的修行者贾道长 这本来这个是吉姆 这个八卦来说 欠为前 捆为吉 吉姆是捆 他是管整个吉里头 这个省上任官万物就是他管理 吉姆都受五住响 陆战命灯 他是吉姆 吉姆是管底下的 贾道长一个人在太子洞四十多年了 有趣的是 贾道长的洞室里还生活着一群蜜蜂 他们随意在道长周围飞舞 而道长也不在意这些蜜蜂的存在 相处的完全没有问题 是他自己来在这里 他也在这里修行 我把他作为一个最亲密的朋友 我身上怕门了 他们也好像跟着我有多么温暖那样 跟他是最好的朋友 他就不借我 你估计可以叫他借 他也不借他 在道士看来 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 蜜蜂和人可以成为朋友 贾道长所修行的这个山洞 正是传说中真武大帝得到的地方 这里三面环山 一面向阳 是不可多得的修行之地 你要站到台子灯那里看 这个山 这般的这个山 都像一个人坐在这打坐 盘着腿 都像一个人坐在打坐 这个台子灯 那你可以说是台子灯就是上灯天 这接下来那个那个台子灯那里 就好像是个桌器一样的 那就是中灯天都在那里 那接下那个有个八卦翅啊 八卦翅那儿都是下灯天 那那这个好想跟着 还是你站着 还是你看那都 那原来这个没有这么高的数 那看得好看 修行道士重视风水 这里面隐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纯净的自然环境 能很好地配合修炼者 使体内的精气 在意念的作用下 像天地一样运行 改善身体状况 贾道长自己发明了一套养生术 这样的动作 他每天要各做72遍 用意打通身体各个部位的经络 保持健康 延年益寿 贾道长认为 道士修炼的最高追求 在于修德 他喜欢和前来问世的人们聊天 别人劝说他要少说话 以保持精气神 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 这可以让他得到很多快乐 我们修道 我们不能光自私站在自私的角度上 可以说 我要修 把我修成个圣 我要把我修成个悬 把我修成个缚 把我修成个缚 自己说了三年 老百姓 成人了 老百姓说 哎呀睡 休得好 哎呀睡醒了什么什么 你到时候了睡 他成人了 老百姓成人了 他又耐给少想 耐给的口头 你都是个圣犬了吗 宇宙到底是怎样的 道教选择了 在人身体内寻找答案